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完这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 主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 其实当我们愿意跟从主耶稣 自知之异然我们就不会有黑暗 我们会走在生命的光辉里面 但是很可惜的是 如果我们连根本 什么叫做跟从神 我们都不知道 于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信仰里面能够期望些什么 或者应该追寻些什么 很容易我们就会顾报自封 我们以自己作为一个标准 但这个自己的标准 很多时候是来自我们信主之前 度教的思想 佛教的思想 或者贫穷的思想 而不自知 所以我记得当我信主的时候 最深刻的第一件事 就是神感动 我一定要将圣经真的重头学过 重头学过的意思就是 我不能够让我自己过去的理解 去解读圣经现时所说的东西 因为本身我是度教背景 所以我从圣经当中 无论是奉献 十分一 又或者我自己在圣经里面 所说的关于 会的字眼 例如关于度 度教也有他自己的度 圣经也有他的度 究竟以哪个度作准呢 当我发现我完全不苟且的时候 我就发现原来圣经里面 所说的很多东西 不单止是我自己所识的 是完全相反的 甚至跟我身边所见过很多教会 现时常常执行的东西 都是相反的 由这个信仰开始 我却经历到神的真实 我却经历到生命的光辉 而这一点就是其中一点 就是原来关于跟从神的时候 我们要期待从根本上知道跟从的话 我们就要期待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得到的是光的祝福 而不是只希望得到活水的祝福 在这一点里面 可以说信仰是一个非常大的分别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如何将这一点去教我自己的儿子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去追寻 会一样我们的需要 譬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的快乐 我们的嗜好 我们的经济 所以我就尝试用光的方法去教我儿子 让他从小时候都懂得 用光的方法去得到那样东西 是更加好 是使自己更加成长的 我跟他譬如分享到关于开心或者快乐 我跟他说 儿子 其实开心和快乐 你可以要环境迁就你 要环境改 或者这种要有合理 那种要有合理 但是如果是这样久而久之的话 其实不单止你不会开心 而并且会变成一个蠢人 没有用的人 或者懒的人 我跟他举个例子就像打羽毛球一样 我说他就是说 你打羽毛球有两种方法使你快乐 一个快乐就是 你选择漂亮一点的球拍 你选择不同的小朋友跟你打 甚至可能你选择穿衣服 穿些不同的漂亮的孩子去打 这种真的会改善的 很多不少会一次这些变动 都会改善你打羽毛球的开心程度 但是这种程度是纯是外面环境 你可以去选择 但是另一种的程度 另一种的乐趣就是来自你改善你自己打羽毛球的技术 锻炼出你打羽毛球里面的乐趣 是由锻炼当中产生的 所以两种就是一种改变环境 期待环境会成为你的祝福 另一种就是你改变自己 使得自己能够拥有这个祝福 去到这样的程度下 我教他就是如果你打羽毛球 能够锻炼出那种乐趣的时候 无论打几分 几时打和哪个打 你都一样可以开心的 这一点是因为他自己和羽毛球的乐趣 产生共鸣 是让自己成长下去享受羽毛球 其实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 你会看到没错我们依赖别人的经济祝福 甚至传道人都像一个黑衣一样 去黑球别人 或者用各样的手段去压榨别人 去酬款 去希望使得自己不需要面对经济压力 但是很明显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做过一个这样的榜样 所以都不知道现在教会的酬款方式在哪里来的 传奉献袋或者很多这些 究竟是哪里来的 你要看到主耶稣那里不用用这种方法 主耶稣那种方法或者是难的 但是当这种附足是由他自己的信仰本源源源不绝出来的话 就算身边的有钱人 君王或者祭司或者正要 看到这一类的熟灵领袖 他们都会熟然起劲 他完全不会觉得他回到教会都是被人利用的一个傀儡 他不会觉得他回到教会的时候 他真的有一些他需要认真面对的东西 是他要面对的 有一个创造的主 有一个丰盛的主 有一个拥有天国的主 真的在他面前 当他见到他的牧师 是解决他那些一万几千的问题 藉着信心 藉着光的因果去解决 他知道他自己 就可以真的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 解决他自己可能一亿几千万的投资问题 因为同一个神 正在回应他两个的讨告 但反过来 如果他回到教会的时候 他带着一罗罗问题 但这个教会的牧师 为了他一万几千的奉献 卑躬屈室 你想想这个有钱人会怎么想 我想让你知道 这个就是我初初回到教会 第一个的感觉 而事实上这个是导致我回到教会 头几年 我根本都在贫穷的灵底下 因为当时我觉得 神不会在经济那样祝福我们 富足是我离开了 没有回我自己顺着一间教会 去到第二间教会 从圣经真理当中学习 富足是真的可以值出神 刺给我们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但是事实上这个真是很多 教会可悲的一个事态 就是因为他们认识神的程度 未到跟从神 所以根本他们一直 是在用自己的黑暗 去侍奉着 管理着 或者带领着教会 两方第八章第十二节 耶稣有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尚寄望 盛失将心陷 愿每天将真意 献塞腐浅 人或是 随日光全面 愿我心 意志兼 永不别 全城实将我心中外面 献于补助前 奉上之成不变 直到那一天 然着熟天至黑不熄灭 放开心中挂天 直到永恒天光 愿与你 永远地 永远地 二十四周 二十四周 十四周